专业技术专业培训 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再次分享一期蒜蓉酱的做法 本期视频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首先有请我们的黎厂长 带领底下的员工往里面加入色拉油 它的用量是五大桶 做好的蒜蓉酱可以做蒜蓉粉丝蒸三倍 烤生蚝烤茄子或者炒制各种各样的小海鲜都非常不错 好小米椒下 倒全部倒一起 油温150度左右下入小米椒 它的用量是小半桶 好下 紧接着下入的是搅碎并且清洗干净 甩干水分的蒜蓉 它的用量是六大桶 大家要注意蒜蓉搅过以后呢 用水简单清洗一遍 然后挤干水分才能下锅 保持中火给它熬10分钟左右 好下蚝油下蚝油 现在的是蚝油还有芝麻香油 好下鸡精 好了15分钟左右 下入盐味精鸡精白糖胡椒粉调味 这里补充和大家说一下 前面放的小米椒主要是要它一点颜色和辣度 如果不喜欢吃辣椒的可以少放或者不放 特别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 下锅调料以后呢 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那么同学们在家里操作的时候呢 只要严格按照视频中的配方分量和操作流程来 你也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蒜蓉酱 不管是做烤生蚝 蒸扇贝 烤茄子 或者炒海鲜都非常的好吃 关键是做法一点都不难 赶紧做吧